JT試車 GR YS Come on baby 如果大家留意我Facebook或IG 都知道我拿了S回來 就兩個星期了 這兩星期內 其實下雨也試過 Gonda也試過 先不要說那麼多 和大家一起出去遊車 先試一下 這輛車不知是否三缸問題 靜止時車會比較重 和震動一點 但駕駛時就沒有震盪 或引擎雜音的問題 中高轉我猜不到它那麼好力 它保持轉數有點像那些NA車 要保持最後三、四千轉的感覺去駕駛 如果你懶惰像普通車 一踏起 你千萬不要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前三千轉這輛車沒有太多 但日常駕駛是OK 但如果你想要很低轉 踏起的車應該就不行了 我試過 再加上這輛車高轉的時候 力量的澎湃感覺 其實都駕駛挺開心的 我覺得當時我駕駛那些 Compete Engine NA車的2.0、1800 高轉澎湃的聲音 和感覺 當然這輛車沒有那麼吵 但力量的感覺是扯著扯著 頗高的 反而駕駛FK8沒有這個感覺 FK8不是不快 FK8是快的 456波踏下去是快的 但沒有它那麼緊湊的感覺 為甚麼 是否波段問題 還是Powerband問題 即是要兩輛車同一時間 每天一起駕駛這輛車再試試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聽到這輛車 好像水平對向的引擎 然後一會兒就轉了波段 波箱行程中很有驚喜 因為我當初打算這個波箱 它推得很大 波段很短 其實會有甚麼問題呢 我會承認在山路或彎上 二波就爆頭 三波就不夠後 這輛車又沒有這個問題發生 很適合我的二、三波 二、三、四波都很緊湊 我當初打算這輛車會under sitting 很厲害 但又沒有 可能我之前駕駛過Evolution RS 在街上駕駛 它原裝的under都挺厲害 其實如果駕駛得更激進 但這輛車沒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很奇怪 不知為何 我想是豐田真的用了 Gash Racing 的時間 心機去設置這輛車 另外在大彎上 我又不覺得這輛車很朗 安定感亦很大 連續的X彎上下山 避震機的Muving 動作 全部我覺得很容易操控到這輛車 避震機可以令你很容易遮蓋 這輛車發生甚麼事 亦能帶到你 可以繼續保持油門駕駛這輛車 這件事是值得一讚的 如果你想再推動一下 我想駕駛皮有機會 換一些高摩叉速度的駕駛皮 其他甚麼都不用操控它 這輛車不是之前的4S 我真是很有驚喜 我之前下雨駕駛了幾次 放在這輛車上 還有乾地駕駛 哇 極限很威死大 嚇了我一跳 我沒有想過米子 連輛車輛車輛車輛 現在會進取得那麼厲害 很奇怪 對我來說 可能這輛車的馬力又大 樓力又大 所以豐田特意找回一些 比較高速度的輛車輛 我想說腳踏輛車輛 其實駕駛和油門的高低 不差太大 我想如果不是一些 駕駛輛車的人 未必適應到做駕套 而且高低大之餘 兩個輛車輛分得太遠 如果近一點就好了 就不用做到駕駛腳 但這輛車有電腦的自動補油 我試過一會兒 我覺得OK 跟FK8的感覺差不多 但我自己喜歡自己做Hill Toad 感覺好像比較自然 接著我試過用Normal模式 是想關掉Traction Control 發覺關掉不到的 我以為是壞了 後來我問日本朋友 他們告訴我 你一定要在Sport和Track模式 才可以關掉它 關掉後 如果想駕駛得更激進 效果會更好 駕駛駛駛駛的感覺 不錯 將輛車輛坐高之後 整輛車輛坐高 我覺得重心都是偏高 如果有矮椅也可以換 如果沒有的話 換上一張桶椅 我想真的挺配合 我這種模特兒身材 我都覺得這張座椅好像坐得很高 如果Sundie Wong 六尺多坐上的那些 我想他應該頂著頭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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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頗有趣,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顯示中間的LE顯示 原裝已經顯示了巴數、油壓 及油溫的度數 這輛車已經有了它應有的東西 另外我按兩按 我發現它另外有扭力分佈 可以顯示到頭尾輪用的力度大一點 好像打那些Play Station 我覺得這個Display的介面挺有趣 我挺喜歡的 很不像風電車做出來的東西 無論在軚環度、Touch Cream的效果 按東西很快,找些甚麼都很快 亦有日文、英文的Display 很容易選擇 冷氣超冷、超棒 冷氣很滿意 這輛車的風箱給我的感覺 很Racing Style 因為它前面在頭尾中間 有一個入風口 直接有一個導風的風槽 去到風箱裡 好像一輛賽車一樣 這個風箱我老實說真的不敢動它 如果真的要換、要改的話 我最多都是用高流量風格算數 因為我想這個風箱的廠 用了心機和時間來設計 所以我真的不敢亂動這個風箱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輛車的入風的設計 我覺得做得不錯 它的入風口就是在這個位置 大家看看 其實都算很大 這個就是入風的導風的槽 就在中間這個位置 為什麼不敢把它拆出來呢 因為有些東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正常大家猜它是不是這裡入風 這裡直接是導風後 不是吹回山風進去 原來它不是的 它的設計不是直的 是斜的 有個角度 到這裡入了風 但是這裡就出來了 這是我自己的估計 可能怕落大雨的時候 水直接衝進風格裡 衝進去水便可以走到 部份的風就從來吸上去 但是廠是出得很穩 在這個位置 它還加上海綿 其實再怕太多的水 會吸到我部機 不知是否會推到我部 這個位置 入風也還有一個風格要換 所以這輛車其實換風格 我想應該是有兩個 一隻 還有裏面這個 這個風箱另外 比一般其他2.0的原裝車 做得反而是要大 這輛只是16cc 另外這輛車 這輛車有一個挖路 如果有車的算數夠高 的話 這個挖路就會產生真空的效應 而打開了 在這個風箱下面的底部 就可以吸收更多的沙門進去 但是附近其實風也是熱的 可能更多的空氣 爆炸都自然好 相信廠設計也有幫助 這個設計很新鮮 挺有趣 這些電線總龍 通常都有一個套 保護著很漂亮 有粗又不同 尺寸也不同 厚度 但是今次用在這輛車上 它使用了一些 賽車用的總龍隔熱棉 因為很多時候 電線總龍是人手製的 大家知道這是人手製 不用機製的 如果你說要製造一個套 對 又固定製造一個嘴 成本會更加高 很多時候原裝的車都是這樣的 其實這套的隔熱效果 做得很好 因為除了隔熱之外 如果真的燒著 可能比一般的電線套 可以捱多了分半 兩分鐘三分鐘 這塊隔熱板 和後面的隔熱棉 正常 副引擎調轉來擺 駕駛在後面 温度會比較高 駕駛艙 但是這塊板和隔熱棉 真的可以做到 正常 3000cc 2J引擎 我做得最多 那些隔熱板原裝 都沒有那麼大 它這三個隔熱板 做的尺寸 都打了三分之 我想是內熱程度 和效果更加好 這個駕駛器閥 俗稱的蝴蝶炎 真是細得很可憐 其實可不可以換大一點 最重要的是 我留意到 之前升起車來看過 正常出廠的街車 很多都會是 駕駛器跟楊角的位置 是不用裝橋 這個駕駛器要搭橋 挺有趣 不過大家不用怕 它有正廠的part number 可以驗車 最近駕駛了車輪 我發現很多人 就專注於售價 而不是在車輪 我覺得就不會這麼看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在賽場 一輛賽車或飄移車 做十幾二十萬 往往想快一秒半秒 其實未必是一定可以的 可能花完那筆錢 一分鐘都未必可以的 但是 一輛廠的完成度 這麼高的車 我覺得其實都不有所值 可能大家在想 比得上一輛的價錢 一定有CC大 車有大價 可能一個觀念 大家應該要變 我想現在因為環保的問題 CC只要越出越小 馬力越出越大 還有大家留意一下 現在的F1 都是1600cc 所以其實方向 我想在豐田應該沒有走錯 可能大家未接受到 CC和價錢的平衡 那 啊